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 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又有这几分钟 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 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回的节目 继续来看这一本 妈妈为儿子的祷告当中 作者她提到 什么是给孩子真正的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给孩子的祝福 就是祈求他们一生顺顺利利 大富大贵 这真的是和神心意的祝福吗 继续来看 作者她分享她的领受第二个阶段 我的丈夫罗伯曾经经历过上帝给的饼 是一条深具挑战性的窄路 事情是这样的 海提时代的罗伯常常搬家 几乎每一年都转学 到了六年级时 她觉得受够了 再也不想结交新朋友 反正一年之后又要转学 为了避免和同学在餐厅相遇 她每天回家吃午餐 这样可以和同学保持距离 不要有任何互动 也因此她变得自怨自艾 甚至让这样的心态 在自己内心生根 她告诉自己并不需要任何人 反正同学们也不会想要认识她 看到孩子躲避同学 孤立自己 罗伯的母亲十分忧心 母亲的慈心 想要给孩子安慰和安全感 让她天天回家午餐 但是她的智慧却告诉她 孩子真正需要的是 留在学校用餐 才能和同学建立关系 她知道 唯有这样 孩子才能克服内心的恐惧 成长茁壮 有一天 罗伯的母亲给她午餐费 要她那一天中午不要回家 留在学校用餐 罗伯哭着哀求妈妈 还说一定是妈妈讨厌她 才要她留在学校 但是妈妈立场坚定 坚持她要留在学校 并说希望她可以试着一周 都在学校用餐 一周后再看情况如何 我相信 那一周的每个中午 妈妈一定是心里躺着血在祷告 外在的情况并没有瞬间改善 但那一周确实是个转折点 罗伯逐渐胜过自己的恐惧 开始认识新同学 成功地踏出第一步 那一年 成为她最愉快的一个学年 当初要求她留校午餐 恐怕是她母亲一生中 最困难的决定之一 对罗伯也是如此 但是若是任凭她 随自己的意思继续发展 事情只会更严重 这个困难的决定 是母亲爱她的表现 渐渐地 我的勇气逐步增加 开始试着向上帝祷告说 不要赐福给我的孩子 若是她要付出的代价是远离主 我甚至祷告主 延后给我的孩子奖赏或成就 让她可以学习等候主 倚靠主的功课 有时候得奖 拿高分 升迁 或许是最糟糕的事 因为这些 可能会搅动孩子的心 生出骄傲 遏止她 爱人的心 我们今天从这本 妈妈为儿子的祷告当中 看到的是 作者她分享 她认为什么是给孩子 真正的祝福 第二个部分 在下一回 我们会把这篇文章看完 不要错过了 下回见 愿圣赐福你